第一,说赵构一直很宠信岳飞,这件事比较违心,认为他不信岳飞,也可以说赵构的这些表现,是因为心理担心,故意表现出来的,所以这块其实说不清的。 第二,文官这块,确实,宋代文官掌权,然而有一个问题,文官能掌权的原因,其实也是因为文官,手里没有足够威胁皇帝的军事力量,然而,岳飞和文官团体走得太近,导致赵构必须担心,岳飞的兵权会不会被某些文官使用起来。 而这种潜在的威胁,其实也是历朝历代,皇帝最担心的文武勾结或者内外朝的勾结,毕竟这种威胁,会直接影响皇帝对,于政权的掌握力度。 武官流光是,张俊,韩世忠,吴杰,武将惹是甚至是跋扈的典范,说这些人让中央无比头疼。 但是这几个人有一个共同特点,善忠,而与这些人作风相反的岳飞,却被弄死了。 这其实可以说明,中央真正喜欢的是哪种作风。 作为臣相,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官,必须显得自己有些问题,让自己有把柄在中央手里,让中央有能力随时收拾你。 这时候,中央用你,用得才安心,所以过了上千年,当年的王俭是要填地。 刘光是他们几个人是,故意,闹矛盾,去争权利,方式在变,本质其实没变,而对比岳飞,你看你说他接收各种敬意也好,苏黄真姬也好,收何药? 在观感上一样吗?说句不好听的,岳飞如果放弃这些名声,或许也可以像刘光是,韩世忠那样善终,同时还能多做些贡献,不够,他那样活下来,不就不是岳飞了吗? 岳飞真的不懂刘,含那一套吗?无非是他要的是名声,所以,这种死法,也是成全了他的名声了。 文官能掌权的原因,其实也是因为文官,手里没有足够威胁皇帝的军事力量。 文官集团也是当时,强有力的政治势力,加上宋代特殊的中央,地方行政架构,不和文官搞好关系,基本就没法做任何事情了。 而且一定会倒霉的更快,北宋开始文官就成,了中央防范重点了,军事力量文官也能掌握,宋代控制地方势力和军事力量,根本已经用不到这,种评书一样的把戏了。 财权后勤转运的拳,力全部握在中央手里的情况下,武将早不是防范重点,所谓的搞何意视为,遏制武将势力不过是勤快给自己推行何意找的借口。 后世不读书的人又信以为真罢了,岳飞如果是那样,那不用等勤快上台就倒霉了,更不可能成功组织北伐收复师弟,而不收复健康和襄阳六郡的话,就没难送了。 或许岳飞也可以像刘光氏,韩世忠那样善终,韩世忠是第一个被勤快盯上,准备不弄死也要弄残的,而张俊和他是双重儿女亲家,帮着勤快搞他的事,后眼皮都没眨一下。 要不是岳飞搭救,韩世忠不死也得去岭南挖沙子,在当时空前诡异的,政治气氛里根本是顶不了用的,何况政治人物的死,不能脱离历史大环境来看,宋代的政治传统本,来世政治斗争不能搞肉体消灭,包括武将。 结果到了高宗这儿,既杀尚书岩氏的文人,又杀岳飞这种已经到,执政,级别的大臣,勤快掌权其间不光杀了岳飞,还搞死了胡顺治王树赵鼎,被他迫害最重的是世代夫集团,而韩世忠流光是闹矛盾的表现之一,是直接领着部队互相袭击, 杀自己人抢兄弟部队的物资,张俊跋扬的表现之一,是吕次抗拒拖延载,相胜至皇帝的军令,这不是什么,韬光养晦,故意自污,是中央对武装力量,失去掌控力的典型表现, 哪国中央要是觉得正规军将领,可以通过这种方式,来证明自己可掌控能放心,才是脑子坏到没救了, 当然在真实的位面里,南宋朝廷再不济也,还没糊涂到这份儿上,所以大将不休得不听号令的问题,文官一直没断了骂尤其是刘光是,后来也是第一个被解除兵权的, 个人修养和道德水准不光是所谓的,虚明,很多时候是和现实需要相关联的,不如此很多事情你就做不成,乱是用武,都快活不下去的时,后当然是谁有兵谁能打就重用谁,就算不能打,手头有兵也行, 像刘光是和张俊就是仗着从龙早,又在龙洛人心上还比较有一套而已,何况当时的政治体,戏又不是全靠照够一个人维持,甚至大部分队为戏,南宋有力的决定都不是他做的, 比如朱熙就说过南宋建立之初,全无朝廷模样,后来差不多有了各国家样子,是李刚的功劳, 再比如无戒无林兄弟,是张俊都府川闪时,发掘并提拔的人才,和赵构基本没关系,而且赵构后来因为贬斥张俊, 刘子宇儿对无戒防范颇多,无戒最后郁郁而终,和这事也有一定关系, 道士刘奇虽然也有张俊重用和官二代的加持,但赵构确实也对他颇为喜爱,和岳飞一样近乎宠臣, 这个我其实答案里也说了,少脑补多看书的话,很容易发现赵构偏, 偏还就喜欢这一挂的武将,清廉,听话,名声好,文武双全不是大老粗,皇帝信用这样的臣, 此本来就是给自己脸上贴金,这套道宋代已经没什么大用了,也吃不开, 宋代那种政治风气,下丸子屋只能是自己找不自在,给岩关餐本地把柄, 人性是很复杂的存在,如果加上权力的因,素就会更复杂多变, 比如一个自身人品很差的君王,当他做了天下之主的时候, 未必就会厌恶青年忠厚的臣子,除了作秀的客观政治需要, 他自己的自我期许,或者说心理补偿也可能起作用, 再比照够脑残奇葩,但他不是纯粹的白痴和傻瓜, 而且同时还有软弱善变的特点,所以他的形式逻辑, 很多时候不是一以贯之的,要具体的分析才行, 其实就是现代的社科研究,理性人, 假设也只能是一种理想状况,何况是照够,